讲完非重点的一个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分析的FWOT模型之后呢 我们再来讲一个相对重要的第十二个 关于converting resources the value chain部分 也就是在一个企业具体经营的过程当中 如何把企业投入的资源转换成最终的产品 或者是服务的一个经营环境分析 那当然也就是我们说的价值列模型 之最重要是因为这个value chain的模型 所谓的模型你就可以理解为是我们给大家列的这些图形 表格结构图等等都可以理解为是模懂模型 那么现在的这个value chain你也看到了 我们有什么小的右上角的信号 意思是这个知识点很容易考新机表的题目 尤其是在这个section b案例题当中 前面给你一段描述 然后让你来判断一下 那么谁做的是所谓的primary activities 就整个价值链当中主要的活动 那么谁做的是次要的或者是辅助性的经营活动 support activities等等 那这个是我们要把每一个价值链 这一个知识点当中给你列出来的 但凡带有新机表这一个知识点的标识的这些知识点 那意思就是你要理解的透彻一下 所以我们会更多举例说明的 关于现在的converting resources the value chain部分 我们只是说它在F1里面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也不代表前面的swert在所有的内容当中都不重要啊 我的意思是swert只是说前面这个swert的这个部分 在我们现阶段F1里面学习的时候 那并不在我们办案当中那么重要的考点或考察的内容之一 但是等大家在后面学习P阶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无论是swert 还是现在的valley chain 以及后一个第13个知识点的波特无力模型 都是非常重要的 分析一个企业所处的行业 精灵竞争这些环境的时候用到的分析方法 也就是分析的这个模型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几个这个点啊 只不过我们现阶段更重要的是 现在看到的第12个 以及后面马上讲到的最后 这一章的最后第13个知识点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这第12个和第13个知识点 其实都是跟一个人有关系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波特这个人 那关于the value chain 我们首先得了解三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 这个理论呢 是谁提出来的 波特提出来的 那既然是关于value chain 你首先得知道 到底他提出来什么是value chain 那既然value chain 它是一个链嘛 价值链 那这个链条上 或者这个链上 它就有一个一个一个的经营行为 那这些有价值的经营活动 经营行为 就是所谓的value activities 所以我们在具体讲到啊 具体讲到the value chain的过程当中 那作为前提 你得先理解 波特提出来的 以及什么是value chain 以及什么是value activities 它不会考试的时候 直接问你什么是value chain的 但是这就作为你理解后面的价值链的模型 要掌握的一个前提啊 首先我们说波特 他波特这个 波特这个理论学家 或者这个管理学家啊 号称竞争优势之父 也就是他认为 他现在所提出来的 无论是价值链的模型 还是后面的关于波特武力的模型 其实都是有异曲同工的点 意思是都是在考虑 从不同的方面去考虑 这个企业转换资源的能力也好 还是说后面波特武力模型当中 怎么应对客户供应商的这个能力也好 其实都是在分析这个企业具体经营 环境当中的它的竞争力 明白吗 所以波特号称竞争优势之父 波特这个人呢 是总结出来 或者是提出来说呢 group the value sorry the various 就是他把多个 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的 activities of anonymization into a value chain 就是波特把这个企业经营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 经营活动呢 会总在一个价值链上 那所谓的价值链 相当于就是这些精灵活动 串联在一起 明白吗 联在一起 所以activities of the organization that add the value to purchase the input 就是这个企业采购进来的 input 采购进来的这个原材料 投入进去之后 就是这个企业所输入的一些资源 那么在这个资源的基础上 不断的给这些投入的资源 增加附加值的这些行为 我们就叫做有价值的经营行为 串联在一起 就联在一起啊 不一定是我们说的电路串联的那种方式 总之呢 是联系在一起 就成了一个value team 所以自然value activities 指的就是啊 means by which a firm creates value in a product 那这里所谓的有价值的经营活动本身 就意味着 到底这个企业是如何给自己的产品 增加价值的这些活动本身 就每一个每一个经营活动 经营方式 这里的means理解为是方式 不尽本身就可以理解为是value activities 那我们来说一下啊 既然刚才已经说了 这整个明白吗 就这一整片叫做value team 也就是我们说呢 所谓的价值链是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当中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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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节的经营活动 我们叫做value activities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首先value team 它是多个精灵活动 组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整个链状的价值链 体系啊 那这个价值链体系当中 自然而然就少不了 我们刚才说的一系列的企业的精灵活动 而且是给企业创造附加值 创造价值的精灵活动 首先有primary activities 主要的精灵活动 也有呢 support activities 辅助的 是辅助的啊 精灵活动 那么这儿主要的精灵活动 指的是可以为客户 直接是为客户啊 为客户以及产品和服务 直接创造价值的 比如说 第一个inbound logistics 输入的物流 还有呢 operations 具体的生产制造 这个环节 还有呢 outbound logistics 输出的物流 输出的物流啊 再以及marketing and sales 营销和销售 直接面向客户嘛 就是直接为客户 创造价值的一个过程 最后一个比较重要 记住就是service 这里的service指的是什么呢 更多的指的是售后服务 那么这个售后服务 也是因为直接面向客户的 明白吗 所以总之 为客户直接创造价值的这一条 横线上的这一条 这个水平的经营活动 我们就理解为是主要的经营活动 哪些是辅助的经营活动呢 就是这些主要的经营活动都需要的 都需要的 你看啊 这些辅助的经营活动 就涵盖到了 就这四个给你列出来的 support activities 是不是就涵盖到了从inborn logistics 一直到最后的service这每一个的primeary activities都离不开上面这半段的support activities的一个支持 比如说你说整个物流的过程那是不是或是生产经营的过程或是市场营销的过程是不是要招聘呢 都需要 对不对 那需不需要采购啊 也都需要 这里要强调一下 procurement procurement指的是采购 采购的意思 千万不要只是仅限于原材料的采购 难道企业不需要采购生产设备吗 不需要采购办公大楼吗 不需要采购办公用品吗 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这些primeary activities的经营活动 都是离不开各种各样的procurement采购的 所以记住啊 service售后服务是primeary activities procurement采购是support activities 因为你可以理解为每一个primeary activities都需要的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support activities 再比多说是律师员管理 就man resource management都需要吧 还有技术进步 就是我们说的技术部门 technology department 或者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partment 信息技术部门是不是企业都需要吧 就这个部门就我们说的信息技术部门 或者是呃科就整个研发信息技术部门的支持 是不是下面primeary activities 每一个经营环节 或者每一个主要的经营活动环节都是需要的 最上面的叫做form infrastructure 什么叫做form infrastructure呢 就是企业的制度啊 财务的结算呢 或者是像这一个法律部门呢 法律保障啊等等 这些就相当于是企业的一些基础部门 明白吗 那这些都理解为可以对于primeary activities都进行辅助的作用 那总之呢 知道了support activities有上面的这四个 以及primeary activities也要记住这五个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三角突出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叫做什么 margin margin什么 编辑利润 那既然给大家解释完 value chain整个这个价值列模型结构图之后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详细的给你说 会考心机表题的primeary activities每一个详细的解释一下 会考心机表题目的support activities再详细的解释一下 当然了 最后还剩下一个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的margin是什么 以及linkage 然后你可能觉得那前面value chain也没有linkage啊 好吧 什么叫做linkage呢 看到没有 在inbound logistics和operations中间是有边界的 或者是是有节点的 对吗 然后呢 operations 那再到这个outbound logistics 那它也是有边界 或者也是有这个横线的吗 对吧 一直再到marketing 意思就是每一个精明活动之间 活动与活动 就每一个activities之间 都有联系和闲迹 对不对 你如果不联系不闲迹 难道每个部门是独立的呀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activities之间的联系和衔接 我们叫做linkage 所以一个一个详细展开讲的话 自然就是先讲primary activities 首先primary activities inworld in the produc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而且是directly 直接的 直接面向客户的 涉及到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过程的每个环节 这个精明活动 我们叫做primary activities 详细展开讲的 自然就是从inbound logistics 一直到service 记住啊 service全称理解为是after-seal service 容易考心机表的题目 那我们现在说什么是inbound logistics 这里的物流 千万不要只是理解为我们说的这个快递呀 而已啊 不是的 不要以为物流只包括快递 这里的inbound logistics 输入的过程 包括什么呢 接收货物 原材料 以及处理 还有仓储这些过程 所以就有receiving handling and storing inputs这个过程 都属于是inbound logistics 有些原材料自然是需要进行一些处理的 比如说吧 我们说那个 我们说的那个皮革 就我们就举个例子 说那个皮鞋场 就制鞋场 或者是说 呃 像做那个包包的 那你想 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皮革呀 难道那个牛皮买过来 就直接做包啊 当然不是了 它得加工处理 对不对 所以就有了receiving handling 和storing inputs这个过程 那这里 你看到没有 从receiving开始 不是从procurement purchase开始 不包括pur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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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电脑化了 是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意思是inbound logistics 是指什么呢 采购是外面发生的 采购完之后呢 这个原材料到了工厂 到了工厂门口了 我们开始接收 接收 这个时间点开始 就进入到了inbound logistics 这个编辑了 明白吧 那么这个接收自然而然还得干 表来还得包括什么呢 你得检查呀 接收的这个货物 是不是完好无损呢 质量是不是我们原来预定的呀 对不对 那处理刚才说过了 仓储也是一样的 原材料放了 有些原材料 易腐烂的 像比如说 我们说的那个农产品 作为原材料 那当然仓储要求就更高啊 那有一些像那个生鲜 还是要冷冻啊 那这些仓储都是要发钱的呀 对不对 所以inbound logistics要记住这几个 operations比较简单 直接就是把input转换成product的这个过程 所以convert input into product这个过程 就是operations的 outbound logistics指的是deliver output to customers 意思就是把产成品传递给或者是运输给客户的过程 我们叫做outbound logistics 包括什么呢 产品出厂 一直到卖场的那个过程 我们叫做outbound logistics 明白吗 分搜的是相当于是物流吧 另外呢 marketing and sales 就是具体的市场营销 或者是销售过程 那市场营销也好 销售也好 那有的时候涉及到的其实就是让客户知道你这个产品 并且愿意购买你这个产品的所有的一系列的过程 都可以理解为是marketing and sales 这边包括的啊 所以informing customers of the product 以及perceived them to buy这个过程 就是marketing and sales 就是告知客户关于产品的一些信息 以及说服客户去购买 最后after sales service 比如我们说的一些家电或者是电子产品 那有的时候售后服务更重要 对不对 installing repairing and upgrading providing share path等等 这些都包括在售后服务 直接接触客户的 比如说吧 installing 安装 repairing 修理 维修 upgrading 有的时候我们要升级吧 providing spare path 提供一些零部件 比如说汽车4S店 提供零部件等等 这些都理解为是after sales service部分 关于support activities 它其实是provide necessary assistance 那也就是说呢 support activities提供的是一些必要的辅助或者是支持 比如说procurement 来procurement采购 support activities 不用再上交了啊 那这个采购的过程其实是采购所有的投入所需要的原材料 产品的过程或者是说办公用品 就是所有的这种input需要的 那都是通过procurement采购的 这一道块理解为是采购或者是获得 acquire inputs to the primary activities 你看我们刚才说了吗 原材料 loan materials需要采购 办公用品那些 我们说的stationary办公用品也需要采购吧 对吧 固定资产 non-current asset也是要采购 所以这里的采购一定要记住是support activities 下一个呢是技术部门或者是技术研发部门 也就是我们说的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那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或者是technology department 它做什么呢 设计需要吧 以及呢imprint process提高工艺流程 这里的process不要理解为处理啊 就有的产品我们是要提高它的制作工艺流程的 明白吗 以及呢resource utilization 就是资源的使用率 这些其实都是研发部门考虑的事情 那么product design能理解产品的设计吗 imprint process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工艺流程 还有resource utilization 就是资源的使用率 有的时候呢产品设计好了 那同样生产出三个或者几个产品 同样的数量 那有用到的那个资源 或者是所消耗的原材料会就降低了吗 什么样的企业可能对产品的这个 或者整个这个服务的工艺流程比较在乎呢 像就是提供那个服务的 比如说餐饮企业 那具体点餐配餐 整个这个其实就是process的过程 human management的这个部分 sorr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的这个部分 包括recreating指的是招聘 training指的是培训 developing and rewarding people 就是人力资源的开发 developing指的是开发 以及rewarding 就是对这一个人力资源 或者是员工的一些奖励 都是人力资源部门做的事情 那我们前面说的form 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础部门 包括什么呢 general management 行政管理 这里的general 就为行政管理 planning 计划 finance 财务 control 控制 public affairs 公共的 或者是企业公共形象的违护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公关等等 public affairs 都是form infrastructure 那么这里的form infrastructure 相当于就是除了前面的support activities之外的 其他所有的辅助部门都理解为是form infrastructure这个部门 在解释完support activities之后呢 上下的value chain就是上下margin和linkage两个小点了啊 那margin跟linkage怎么理解呢 其实还是要在结合我们前面看到的value chain的结构图这个模型 所谓的margin看到没有 是企业所有用于经营活动的投入 无论是 primary activities的还是support activities的 总之我投入了 投入之后我还想再要这么一点点利润 懂吧 要这么一点边际利润 那插上这个利润之后 对外就是企业对这个产品和服务的什么呢 受加了呗 所以margin要理解成是编辑利润 那linkage呢 就是刚才解释过的不同的actities之间的一些联系和衔接处 那这个联系和衔接处一定要配合好才行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value chain本身 不是只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一个活动而已 而且还得是这些不同的actities之间 能够有序并且协调的组合在一起 才是可以给企业带来价值的value chain整体 那么来具体解释一下margin 编辑利润怎么理解呢 the access the customer is prepared to pay over the cost 就是客户愿意在成本的基础上多付出的部分 那不就是企业的利润吗 那这就是margin 第二个呢 要理解的是margin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这些activities以及linkage合在一起给客户带来的价值 所以是it represent the value created by the value activities and linkages 不是只有value activities给客户创造价值的 他们之间的linkage也是的 虽然我们刚才在那个value chain当中 linkage只是那些线条 不是说我们就是在那个上面直接标注了这是linkage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说部门跟部门之间沟通不畅 衔接不好 那这个企业哪怕各个部门的活动进行的再好 没办法把它有机的或者是协调的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仍然没有办法给客户创造出一个整体价值 对不对 那么再来看linkage linkage呢就是联系或者是衔接 记住四句啊 第一它其实是activities之间的关系 所以lacenships between activities 其次它是一个connect the activities of the value chain的一个过程 相当于是在这个价值链当中 把各个不同的主要的活动也好 或者是辅助的活动也好 联系在一起的这一个环节我们叫做linkage 那再下一个是value activities affect one another 你想想看如果说in-point logistics 我们说的这个输入的物流有影响 影响到什么呢 如果输入的物流或者是买的原材料 失职寄不了库 或者是仓储了 仓储了之后腐烂了 那它会直接影响什么 下一个环节的operations 意思是 这第三句的意思是价值链当中 那我们说的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value activities 是环环相扣的 一个活动直接会影响到另外一个活动 那么这个过程是需要linkage 链接触的一个协调的 最终linkage是需要 所以我们才说value activities 因为我们说的这些有价值的活动与活动之间是环环相扣的 一个联系一个一个影响一个的 所以linkage每一个环节每一个activity的连接处的这一个衔接部分是需要相互配合协调的 那到这就相当于是关于value chain部分 整体我们就解释清楚了啊 那无论是通过我们前面举的一些具体的例子解释primary activities 解释更多嘛对不对 那些要记得更清楚一些 因为primary activities要比support activities重要一些 明白吧 那知道这一个value chain的每一个部分的解释之后呢 那再把我们说整个产业链上的不同的企业 就在这个产业链当中每一个企业的价值链连在一起之后 就构成了一个什么呢 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 所谓的value network是什么呢 你看这儿有一个organization的value chain 意思是我们假设 现在我们考虑的是万科的价值链 如果是万科的价值链呢 是这一个明白吗 可是我们也前面讲过 万科所需要盖房子用的钢筋水泥混凝土等等 都是由他的supply提供的 那他的supply可能只有一个吗 不是啊 他supply可以有n多个吧 所以他每一个supply的价值链 又跟他的价值链连在一起 考虑在一起 再以及万科卖房 那都是自己直销吗 有的时候可能不是 有的时候可能会找那个销售公司 那么就是会有distributor 或者是所谓的retailer 也就是经销商 或者是领售商 我们就比如说以苹果为例也是一样啊 假设这个organization 我们说如果是苹果公司 那他有很多供应商 懂吧 很多供应商 并且苹果公司有的这个店呢 他不是直营 是通过什么呢 经销商 那他会有经销商或者领售商 当然了也有中端的客户 那我们前面讲过客户不一定都是中端消费者 他也可以把电脑或者是手机卖给别的公司 或者别的组织啊 对不对 所以他的客户也可以是一个organization 如果这个最后客户也是个organization的话 那么把supplier的value team 自己的value team 经销商的value team 以及呢 customer的value team 都考虑在一起 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value network 整个产业的价值网络 懂吧 那这个整个产业的价值网络呢 基本从来没有考过 所以只要知道 把整个行业当中 涉及到的每一个organization 或者是这个公司的价值链 考虑在内 我们就可以构成一个网状的价值网络 到这儿 相当于第十二个关于value team的知识点呢 就科普完了啊 科普完value team之后呢 我们继续看一下波特这位大师所提出来的 另一个关于波特武力模型的理论 那这个波特武力模型也很重要 原因是因为他也会考心机表的题目 所以整个第二大章节当中 虽然给大家列了这么多知识点 但主要以科普常识为主 当然了要记住很多专业术语啊 考心机表的题目的呢 主要集中在最后的第十二个 以及第十三个知识点上 那么第十三个呢 其实还是在分析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 那根据什么呢 我们前面的价值链呢 它是一个动态的 动态的意思是从inbound logistics 一直到最后的margin 就是获得多少的利润 inbound logistics 等等 它是环环相扣的 和企业精灵的一个过程 动态的过程的 而波测无力模型看的是什么呢 静态的平面的分析方式 这就是老外的理论啊 要么呢 是按照这种前面的过程 给你讲解这个企业的经营过程 经营经营环境 怎么去分析 要么呢 是根据现在看到的平面的 二维的平面的静态的方式 给你说一说 这个企业所处的上下左右 或者是上下左右的 这个整个的经营环境 什么情况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理论是一个过程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个理论 它是一个平面的模型 总之 我们都可以是用动态的方法 或者是平面静态的分析方法 分析出它的经营环境 以及竞争环境来 关于现在看到的compatible advantage 那POD这个里面提到的是 波特的武力模型 那你就得知道 武力到底是什么武力嘛 对不对 那还有呢 知道这武力 那我们到底所谓的武力模型 是不是要分析什么 先看 所谓的波特武力模型 自然是波特这个人提出来的咯 那他认为 一个企业所处的一个竞争环境 是由他所受到的来自于 五个方面的力量影响的 哪五个方面呢 首先是进入障碍 这个里边你要注意啊 我们所谓的进入障碍 相当于就是一个准入门槛 一个行业准入门槛 有的可能高 有的可能低 我们在讲第13个知识点的时候 我举两个行业里边 不同的企业的例子 会给你讲一下的啊 一个呢 是通讯行业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门口的小餐馆 或者是餐饮啊 餐饮 或者是美甲店 明白吗 那我们就去这两个类型的不同 就两个不同的类型的行业 来举例说明就好了啊 那你想想看啊 如果说你非要说我要创业 我要创业干嘛呢 我开一个通讯公司 那移动 联通 电信 已经有了三家了 当然了 也有一些什么虚拟的这一个运营商啊 这个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 那除了移动 联通 电信 就你的那个手机号移动 移动联通 电信 其他的还有吗 对吧 然后你可能说啊 我得在这个搞一个什么呃 其他的这个通讯公司 或者是这个移动呃 就我们说的这个手机运营商出来 这几乎很难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你已经起好名了吗 想好想好看一个什么样的运营 运营这个手机运营商的这个公司了吗 移动 联通 呃 以及这个电信 那你也总不能说我 我再起个名说 这个再再再做一个第四家运营商出来 这个比较困难 因为他准入门槛很高 明白吗 那你比如说 我以后呢 如果说也不想考一次思念了 那我觉得哎 开个小饭馆也不错 那你开个小餐馆 或者开个小的美甲店 这是比较容易的 这就是说两个不同的行业准入门槛完全不一样 对吧 那比如说已经有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之类的 你还能再说哎 我再弄出一个这个石油公司出来 这个门槛也比较高 对不对 所以准入账 准入的障碍或者进入进入的这个障碍 行业不一样 那门槛肯定是不同的啊 还有呢 叫做替代威胁 替代威胁呢 理解为就是不同行业的听清楚啊 是不同行业的产品和服务 但是可以满足客户同样的需求的 这就是替代威胁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以前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说到通讯运营商嘛 电信 移动 联通 这三家似的不可改造 后面发现竞争对手竟然是腾讯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可以不打电话 不发短信 但是可以用什么 我们可以微信呢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替代品 另外呢 是客户地位 客户地位就是 我们跟那三家运营商比起来 客户地位弱包了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是跟那个餐饮行业的小店比起来 我们的客户地位就比较高 对不对 我们那个点外卖还可以催单 是不是 供应商的地位呢 你看啊 一般来说 那三个运营商 供应商主要包括什么呢 华为 这样的一些设备运营商 那供应商的地位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一个 三大运营商比起来 供应商的地位就比较弱吧 它的竞争对手是同行业的 明白吗 竞争对手是同行业的 所以总之呢 先记着有这五个 简单给你解释一下之后 当然一会还会再详细展开的举例说明给你说一下 因为这是新机表的知识点嘛 那我们在做这么多科普前提 那就是为了要告诉你所谓的波测无理模型用来分析企业的什么反径呢 要么是不同行业里边的企业的竞争环境 要么是同一个行业里边两个不同家企业的竞争环境 也就是说呢 要么刚才说的运营商和餐饮 就是我们说的通讯这个行业和餐饮这个行业 两个不同的行业比较 要么呢 是我们在同一个行业 比如说在移动电信联通这三家里边 我们看谁的竞争优势大 懂得理解吧 或者在这个餐饮行业 我们看谁的竞争优势大 那么这就是可以同行比较 有的时候我们在分析同行业的某一家企业的时候 会发现并不是他做的有多好 是同行衬托的好吗 对不对 这好像郭德纲说的啊 所以总之呢 我们给亚加科普前面的这一个波特无力模型 所谓的发boses 那其实分析 无非就是为了要分析出不同行业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比较 而不同行业的行业竞争力 产业竞争力的比较 产业优势的比较 而说同行比较 意思就是你也可以理解为啊 你如果想创业 那你选择什么行业 明白吗 那这个是你可以根据这个行业所处的发boses进行比较的 那么你也可以如果已经打定主意 我要做餐饮行业 那你就得想想看 我再细分出哪一个领域进入 那就是同行业里边再进行一个比较了嘛 现在说波特无力模型具体展开的话 看看这个花花绿绿的啊 首先你要知道 所谓的波特无力模型 那中间要明白是这一个行业的 明白吗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通讯 通讯行业当中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以移动为例 以移动为例 移动的同行业的竞争对手 rally among rally rally among existing firms 包括什么呢 主要竞争对手 当然就是电信和联空了 那再看准入门槛 potential engine 那么就来自于新的准入者的威胁比较低啊 为什么准入门槛高啊 可如果说我们换一个换成门口的麻辣烫 门口的麻辣烫啊 什么张亮麻辣烫啊 这些小的餐饮 同行业的竞争大了去了 准入门槛特别低嘛 因为大家都可以说创业 没有什么别的合适的项目 就可以做什么 就可以做餐饮 当然了 这里给你科普一下啊 或者安理一下 可以做什么项目呢 小龙虾项目 因为毛利比较高嘛 对吧 那再看所谓的替代品 那它是不同行业的 一定要注意替代品是不同行业的 懂吧 因为一会我们详细展开想的时候 我们先把上下的这几个 比如new entrant 或potential entrant 解释一下 然后再解释一下同行竞争 再解释一下替代品 明白吗 替代品是另外一个行业的 而我们所说的这里的 已经存在于同行业内的同行竞争 就是rally among existing brands 这个部分 你想啊 准入门槛越低 是不是这个行业里边的 这个商家越多竞争就越激烈 对不对 有可能替代品也越多 明白吗 那么再比如说替代品吧 刚才说的通讯 替代品可以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的腾讯嘛 对不对 那suppliers呢 供应商 供应商如果印象能力比较强 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 比较强势的时候 中间的这一个行业里边的商家就没有什么优势 比如举个例子啊 什么样的一些供货商 这种供应商 他的这一个地位比较强势呢 比如我们换一个说法啊 供应商的地位比较强势的 可以包括供应商本身处在垄断地位的 那比如说吧 假设啊 假设我们说这个bargaining power比较强势的 像我们换一个行业 就是乳制品 乳制品 这假设这是乳制品行业 那需要什么呢 包装 牛奶需要包装 对吧 包装盒 我们知道有那种纸质的硬盒包装 对吧 那个硬盒包装 由谁来提供呢 叫瑞典的利乐包装 而那个利乐包装 是500强的企业啊 而且是有一堆的专利的 所以他对于这个乳制品行业来说 这个供应商就特别的强势 可是如果我们再换一个 假设这个industry什么呢 家电行业 那他的供货商就有很多家电的零部件的 中小企业供货商 和这个家电行业去比的话 这个供货商的溢价能力就比较薄弱的 再或者是说 假设这个industry是什么呢 商超 假设沃尔玛吧 他的供货商的溢价能力也比较薄弱 因为什么 供货商多 所以有的时候甚至像那些包装厂啊 之类的 给那个沃尔玛提供包装袋呀 之类的这些小工厂啊 如果是沃尔玛要去验厂 简直比来个领导 不要再就是胆战薪金的啊 招待的都要好一些 就是因为这个包装厂 他的包装产品 如果不销往沃尔玛 那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销路了 明白吗 再一个呢就是buyers 这是我们说的买方或者客户 有的时候客户的溢价能力可能比较强势 有的时候可能客户的溢价能力是比较薄弱的 这个要取决于不同的因素 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替代品的这个威胁啊 这是不同行业的 那现在知道了 这一个行业的竞争优势 或者在这一个行业当中 这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受到上下左右各个方面的夹击 你想想看这个做一个企业真是不容易的 对不对 先来说一下 the threat of new entry 也就是我们说的 bearance to entry 那这个bearance to entry取决于什么呢 第一 the strength of the barrier to entry 就相当于是要看进入的壁垒是不是强势 那有的时候进入的壁垒谁来制定的呢 我们想想看前面政治因素当中政府是不是可以对某些行业进行一个进入的壁垒的设置吧 比如像我们国内通讯行业不能随便进入 石油化工行业也不能随便进入 航空行业也不能随便进入 对不对 你们都有什么 许可呀 再下一个是 lecular responses to existing competitors to new entries 那么已有的啊 已有的这些竞争者 在这个行业内的已有的现有的这些企业对新的准入者的一个应对方式或者是打击方式 那么这个就也可以是成为一个什么呢 新进入者的一个壁垒 比如说 虽然在行业内部移动联通 以及电信这三家竞争火热 可是呢 如果一旦比如我们前面说过像另外的一些虚拟运营商想要进入到这一个通讯行业的话 这三家可以干嘛 联合抵制啊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进入壁垒无形当中提高了 下一个呢 是rearly among existing firms in the industry 记住啊是同行竞争 取决于什么呢 一个是number of competitors 你看我们刚才说运营商一共三家竞争 再积累能竞争竞争到哪去啊 可是你看看餐饮门口的饭店有多少家 对不对 那我们说这同行业里边 这个商家越多竞争自然就越激烈了 the growth rate of the industry 那有的我们说这个行业它的增长率比较高 那么是不是竞争可能就更激烈呀 因为大家都想赚这个钱呢 以及the relative strengths amongst competitors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相应的sigence amongst competitors 就是竞争者之间 就是我们说的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力量的博弈 如果说力量博弈太过于悬殊 竞争可能就没有那么激烈了 能理解吧 比如这三家力量比较悬殊 那你想想看就没啥竞争嘛 就比如说假设啊 移动占了70%的这个市场份额 剩下两家如果只占30% 那竞争再怎么竞争 也没有那么激烈咯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他们之间越是势均力敌 竞争越是激烈 再呢 最后就是我们说的替代品 替代品一定要注意是 react from sophisticated product 你要知道什么是替代品 它是来自于另一个行业的 懂吧 所以subtitude product本身是good or service produced by another industry 是另外一个行业 wage certifies 但是满足的却是客户同一个需求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啊 家电行业当中 我们单独纳出洗衣机这个产品的商家来说 生产厂家来说 它的替代品威胁是什么呢 干洗服务 明白吗 如果说人们越来越用干洗服务越来越用的多 那么有可能对这一个洗衣机的有些特定的功能要求就越来越少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做那些干洗嘛 明白吗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一个替代品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我们再来说一下 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 以及最后的bargaining power customers 相对重要的取决于什么 首先 suppliers 就是供货商的溢价能力 how strong the position of suppliers depends on 第一个取决于供货商它的数量 number and position of suppliers 如果供货商越来 供货商越多 供货商的溢价能力跟这个企业相比啊 我们研究对象那个企业相比就越弱 可是呢 如果说供货商只有那么一两家 只此一家绝无分店 那你买也得买 不买也得买 这就是为什么移动 连通电信 可以有很多霸王条款 你爱要不要 对不对 反正你要我们就这三个里面 只能再选一个吗 你也没得别的选择呀 所以是number and position of suppliers 决定了他这个suppliers的power 第二个呢 acting that suppliers lay on industry for sales 那还得再看 这个供货商对于现在这一个 自己的下游行业的依赖程度 比如我们刚才说到 如果说这里的suppliers是那个包装厂 而这个industry我们研究的是商超这个行业的沃尔玛 那这个供货商只能靠沃尔玛来销售的时候 那他的议价能力自然就弱嘛 不对 第三个 the threat of new entry to the supplies industry 就是那个供货商的那个行业 准入门槛是否比较高 如果准入门槛比较高 供货商的议价能力就比较强的 为什么 准入门槛高 供货商就少啊 对不对 可是准入门槛低 供货商就多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供货商的一家能力自然就弱了的意思咯 下一个是importance of the suppliers product to the buyers 那么到底对于这个现在的 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企业啊 中间的这个企业来说 对于现在这个中间的企业来说啊 对于中间的企业来说 suppliers的产品对它有多重要 越重要自然suppliers的这个议价能力就越强了 再下一条呢 是 whether the suppliers has a differentiated product which buyers need 那么这个supplier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差异化的产品 而且是这个buyers需要的 如果有而且越多 那么suppliers供货商它的这个议价能力就越强了 还有就是switching cost of customers 对于这个客户来说 它的转换成本 那转换成本越高 那客户只能是先从你这买嘛 而不是自己做 明白吗 因为switching cost指的是说 如果我自己做的话成本高 那我还不如从你那里进货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suppliers 这个国益能力就越强了 Bugening power of customers 取决于什么呢 how strong the position of customers depend on下面的六点 第一 how much the customers buys 那意思就是买多少 买得越多 客户的议价能力越强了 下一个是 how critical the product and the customers own business 就是对于客户自己的企业来说 而对于我们来说 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关键 越关键越重要 那我们其实越没有一家能力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重要啊 你想想看 无非就是对于现在这个企业来说 它的suppliers 对于它来说是suppliers 它是客户 而现在反过来 对于它的客户来说啊 对于它的buyers来说 它不就变成suppliers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会 转换这个角色和角度啊 另外呢 就是关于这个 这就是instit customers了 那除了这个critical critical the product as to the customer's own business之外 还是那个switching cost 那所谓的转换成本 就是我自己做 我自己把原材料转换成产品的成本越高 那我还不如买 对不对 再下一个是 whether the product are the sorry whether the product are standard items or specialized 那越是定制化的专业化的服务 客户的溢价能力就越弱 明白吗 因为我只能从你这定 那但是如果说 这个客户买的是标准化的 也就是你这个企业提供的是标准化的服务 标准化的产品 那你这个企业本身对于客户来说 客户有溢价能力 你没有 为什么 反正大家都提供的产品是一样的 你是标准化的 他也是 另外的竞争对手也是标准化的 客户到谁那买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再下一个是 customers on profitability 那么客户的盈利性本身 明白 客户的盈利能力本身 这也是决定客户的溢价能力的 客户的利用空间越大 那么其实相当于是说 客户跟你讨价还价的能力 其实有的时候也越长的 为什么 客户的盈利能力越长 就意味着客户其实 更有一些垄断的地位 最后一个是 pricor awareness of customers 就是客户的产品的价格意识 如果说对价格比较敏感 那只要价格稍微一提高 他就不想买 那么这个时候 客户就有一家能力 你这个企业就没有了 所以这些不是死记应对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一方对于对于你这个企业来说 你的suppliers的地位和你相比 那如果说在把你的地位和客户的地位相比的时候 你又变成了suppliers 所以我们要看到底我们研究的是哪一个企业 明白吗 那要看到底是在看他的suppliers的溢价能力 还是在看他的customer的溢价能力 而且你还要再考虑清楚 是这个企业作为customers 还是这个企业作为suppliers 明白吗 那这个时候我们都要看到底问的是客户的溢价能力 还是企业自己的溢价能力 那讲完 marketing power of customers 之后呢 关于所有的波特武力模型 第13个知识点 以及关于整个第二章 漫长的知识点 我们总算讲完了啊 那到下一章开始 我们就得开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在这一章当中 跳过去的关于经济环境部分 而且要再分为第3章的宏观经济环境 和第4章的微观经济环境 给大家详细展开讲影响企业的宏观环境当中 比较重要的经济环境部分 那这些课呢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